手红拼布宽压摇针法 我强烈推荐你用可乐这个贴片来学习 就是贴在左手的中指上 你只需要一片用来学习 你看它都成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还是能粘住的 还是可以用的 其实我也只有这一片而已 我就没有开过第二片 我就通过这一片学会了之后 我就又再次尝试了金属的顶针 发现可以 后来我用的是可乐平头顶针 右手我带的德国的顶针 德国顶针也是很厉害 那就是说针尾顶在那边 你做摇针法翘的时候 它也不会飞出去 它可以把针尾很好的卡在那些小坑里面 也是强烈推荐这东西最好用 反正就比以前那些金属的好使 看起来这走向是这样子 先垂直入针 然后倒下去再翘起来 摇针法那个针 它那个角度变化还挺大的 带这两个顶针来 演示给你看一下 摇针法垂直入针 倒下翘起 垂直入针 倒下翘起 垂直入针 倒下翘起 这三针你看 就这样 你不要过度的去追求 你不要过度的去追求小针角 你要是一味追求小针角 有的时候可能导致了 就背后 扎不到最下面那一层 就我觉得这样子 就本末导致了 还是要把平布三明治扎透 你愿针角稍微大一点点 你如果要做小针角 你就换薄一点的棉 棉的厚度摆在那里 不要太勉强 垂直入针 倒下翘起 这个是摇针法 传统摇针法 第二个是平平的滑动的做法 它这个做法 你可以用勺子 也可以用可乐平头顶针 就是说 你先是 就是先用勺子 或者平头顶针 那个冷 就把平布三明治 它会 怎么说呢 用出一个鼓起来的 很很很比较尖锐的一个 那个那个位置 然后就从那上面滑过去 我用不来这个 所以我是带了 皮顶针来演示的 这个我觉得 对我来说很难驾驭 就演示一下 我平时不会这样做的 就这个有个硬的冷 从它边上戳进去 从它上面过 然后你会戳到 那个金属的东西 你知道扎透了 你看过了 然后你再滑动一下 再移动一下 很勉强给你演示一下 不推荐这个做法 但你得理解 从上面过 然后把那两种做法来 二合一 有第三种做法 就是小幅度摇摆 小幅度摆动吧 这个做法还挺厉害的 你不管用勺子 还是可乐平头顶针都可以 但是其他的平头顶针 我觉得好像都不行 而且凹头顶针也不行 可乐平头顶针 边上的一圈是没有坑的 所以才可以 你看 我同样是配德国顶针 这样给你演示 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你可以回头再跟摇针法 对比来看 针的摆动幅度很小 用勺子也可以 但是这个勺子不太好用 如果用勺子 你可能要挑做工好一点的勺子 不然的话 那边会有阻力 不太好弄 你看 是小幅度摆动 不是大幅度的摇针 不是大幅度的摇针法 那边会有什么 是小幅度的摇针法 是小幅度的摇针法 是小幅度的摇针法